今日,林志颖车祸后在个人社交平台首次发文 林志颖表示自己已经从医院访回家中休养 同时也非常感谢第一时间救起他和儿子的好心人 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一直给他的鼓励 此外,林志颖还表示自己的身体情况 也在医院的照顾,家人的陪伴下正在慢慢好转睁 现在就是需要时间静养和部件 最后,林志颖特别强调希望外界给他和家人一些时间 目前他只想在家好好陪伴家人 也希望网友们不要相信网络上的谣言 很多都是不实报道 等身体恢复之后,林志颖调整好状态后 会再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对此,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希望林志颖早日康复 早点回归正常的生活 其实林志颖所说的谣言 大概就是早前港媒报道 说林志颖面部手术后情况很差 甚至到了要用鼻胃管的程度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担忧 对此,骑士长根的医生回应过 表示这一切都是媒体造谣 林志颖从来没有用到鼻胃管 而且前几日已经离开医院回家休养 希望林志颖早日康复回到荧幕前吧